上回说到吕不韦和那个洒蛇人在兇奴拜访完幼谷礼王 用一百杖绸段换来一百匹马 算是造成了一筆大买卖了 木栏旁边有一座孤零零的帐篷 里面有床塔 有食物 也有炭火 那个十掌就告诉呂不韦和洒蛇人知道 这里是专门为汉人的商股准备的 那个洒蛇人就告诉呂不韦说 年轻人 明天我们带着这些马匹 回到寒丹的市面 不用多久 叫得多声 全部就会变成金银 袋入你铝大商人的袋里面 哈哈哈哈 这句说话是他们两个人在千里迢迢的贩卖路上 这位神秘到不可思议的洒蛇人 说得最长又最有幽默感的一句说话了 这个时候 就在这个塞外的荒蛮之地 呂不韦就产生了一种非常有思议的念头了 他心想 人生的命运曲是顺色万变 刚才还认为望尘莫及的事情 法时之间 就像千万的含包代放的莲花那样 实实在在就出现在你的面前 早在半个月之前 他还觉得以丝绸来换马匹这种生意 仿仿游游 似有还无 但是现在呢 哈哈 眨下眼而已 一百匹马就在自己的面前 赚一笔大钱 看来就异如反掌了 是这片一马平穿的浩瀚草地 无遮无难的夜色 被编阳城就来得浩大而且快捷 夕阳刚刚沉了下去 天还光的 但是忽然之间就变成无色四合 神秘和混合 又在匈奴暴落的每一座帐篷的四周降临了 灑灑的西风 好像收收搭搭的少女 有节制地摇动着在帐篷外枯黄的草径 发出了一阵阵阳远而尖绍的声响 夜晚睡觉 灑蛇人就用一种高深莫测的表情 暗示着女不韦 意思就是说 兇奴之夜有着某种风云突变的可能 接着那灑蛇人 还有一种低雅的声音 小小声对她说 年轻人 今晚啊 不要睡得这么想 不如这样 我们躲在床底 等着看东西吧 过了很多很多年之后 呂不韦都还很清楚地记得 那一晚 她是被一阵分乱的脚步声吓醒的 两只火把在帐篷里面 映来映去照了一阵 照完之后呢 又退回去 跟着 她就听见有人用空奴语唧唧唧唧唧唧一阵 都不知说什么 呂不韦当时啊 吓得缩在床底下 动都不敢动 突然之间 一只大手伸入床底下捉住她 将她拖了出来 呂不韦在身受不见五字的黑夜之中 就听到那个灑蛇人啊 用一种发震的声音说 年轻人 他们要加害于我们啊 我们快点走啦 帐篷外面是黑妈妈的 借着微弱的星光 呂不韦就见到一条白色的刀刃 就像蛇一样灵敏地放动着 耍蛇人是利剑在手 更加令到呂不韦感到一阵潜在的 他心想 外面是匈奴人想杀自己 身边这个灑蛇人 不知道会不会又和匈奴人 是同一伙人 一样是想杀自己的呢 远处有两束火光烧开了一片夜空 两个匈奴人 他就跌到地上了 雷不韦心想 可能是个灑蛇人杀了两个人 没多久 就见到灑蛇人 握着那两个匈奴人 穿着衣服 他走过来雷不韦身边 对雷不韦说 快点走 快点走 接着 那个灑蛇人又说了一句 皮筹 皮筹 又见到他在那两个匈奴人身上 抄来抄去 抄了一会儿 抄了一会儿 抄了一会儿之后 那个灑蛇人 真是找到一个皮筹了 他就站起来 对雷不韦说 快点 你骑我的马 我骑栏杆里面的马 快点 走 噢 不想得那么多了 雷不韦急 爬上了原来灑蛇人 骑的古匹 中式的马 而灑蛇人 啵一声 跳进篮杆里面 纵身跳上一匹 跑得最快的马 跟着 另转面就招呼 呂不韦了 哎 年轻人 跟着我 千万不要跌到地 来呀 于是 两匹马就在夜幕里面奔驰起来 灑蛇人吹响了皮筹 嘶 嘶 这种皮筹的声音 将围栏里面一百多匹马 全部都召唤出来 那百多匹马 跟着他们这两匹马 风驰电队地奔跑起来 雷不韦不是很懂骑马 这个时候不理那么多了 揽住那条马颈 两只脚是死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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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马蜂 跌离倒去 他最初是听到呼呼声的风声 跟着就像暴风驟鱿一样的马蜂有一樣的马蜂動声 咯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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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咯咙咯咯咯咯咮咯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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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咯��ك咯� mim extrater地ista 跑啊跑 不知道跑了多久 也不知道跑了多远 总之 蔡北漫漫的长夜 逐渐就被他们抛在身后了 这一次兇奴之行 给了吕不韦一段 黑骨抿心的回忆 再说吕不韦和那个耍蛇人 驱赶着百几匹马 回到了赵国 在赵国的刀城寒丹 那两线剥损了的 浮扰着珠红色的城门 哇 嘎嘎嘎嘎嘎嘎嘎 百几匹列马前呼后勇地 入了赵国刀城寒丹 赵国刀城里面 周围的街巷 被这百几匹马都吵醒了 马蹄踐踏起来的尘土 就如同谷脊连片的烟外 骑在马背上面 风尘薄薄的呂不韦和耍蛇人 就像藤雲家墓一般 寒丹城所有马路两边的行人 都被他们这些 好像同运一般 横冲直撞的马匹 搞到乱了 一句话 整个寒丹城 都被他们这百几匹马吵醒了 寒丹 是春秋战国时期 文明下矣的刀银 据汉书著者张燕的解释 汉者山也 丹者就意尽地解释 即是说 汉山到此为止 因而就得名汉丹 初时汉丹的丹 就是丹枪匹马的丹 因为城阔是从丹 所以丹字 也都加上丹字边 就变成了现在的丹 这一块文浮密封之地 街渠交错 就连里径行 沿着中环的街道 梁则依池 有着各式各样 旗房飘荡的 店铺茶楼 酒市 梁检之类的买卖 又间隔了一段路 就出现了一座 雕梁画洞 相决家傲的高门大户 一看就知道 是施礼 占英之家 汉丹城内 行人 嘻嘻样样 来来往往 不时就有些 猴王将相 乘坐着柳花 披彩的车链 和女子乘坐的 楼苏七香车洗过 真可谓 欲念中环 过主帝 禁便落役 向侯家 还有很多 少女子 危常欲戴 淡装 隆末 更加有些人 穿戴着 兇奴的服装 飾物 这些就是当年 赵武凌王提倡的 胡伏 骑射 留下的痕迹 断装在马上的 女不韦 面对着如此繁华 昌龙的成衣 真是不知道 应该如何 支配自己的 两只眼睛好了 等他和洒蛇人 带领马队 进入市场的 溃门 就更加感到 那里是物品 琳琅 目不下级 这诗上面 有猪肉 珍缓 囚感断白 皮夹如艳 逃命七气 还有刀击车马 真是应有尽有 正所谓 主和顾 是擦肩接种 叫卖声 是此起彼伏 人不得顾 马不得船 女不韦 百几匹马 真是眨眼就迷晒 他和洒蛇人 找了一家上好的客棧 来 计一计的数 呵呵 正赚了二百日金 雷不韦 劈了一半给他 耍蛇人 但是耍蛇人 就说 不行 给他太多了 他又没有打本 多打都不肯收 雷不韦 尋眉所眼 就说了 大哥 你不肯收 是不是嫌少先 这次呢 我们两个一起去湖地 全靠大哥引路指点 拜险为疑 不要说二百日金 如果没有了你 就算二日金 我都赚不到 现在 我自己分一百日金 给自己 我都觉得受之有愧 耍蛇人 看到雷不韦 并不是那种贪婪 奸巧之人 笑了笑 也都不再推迟 就收了 雷不韦又叫店主 精心烹饪了 几款醇香的菜咬 还沽走一坛 跟那耍蛇人一起 举相清河 开怀唱饮 几番推杯 换盞之后 雷不韦和洒蛇人 都已经饮到差不多了 雷不韦就开门见山 这么说 大哥 你和我两个人 医殡师妹 都有个几月了 我见到大哥 是个合器张义 忠勇无畏的君子 我也不是 占奸取巧 无得无疑之小人 我们两个都算是天赐缘分 投心对意 但是 但是到今天 大哥声声名碎 何方人事 对我都算是 毁莫如深 小弟 真是百事不得其解 那耍蛇人 只是笑了笑 没有出声 雷不韦和洒蛇人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对自己的姓氏 你为什么对自己的姓氏 守口如瓶 杀蛇人 终于忍不住 他说 雷公子 因为我潜入 卫元军的宫庭 放蛇咬死了 公子路前 卫元军 就派人四周围 就派人四周围 缺拿我 所以 哦 原来发生在国军身边那件 众说昏文的公子弊命案 就是眼前这位沉默寡言的洒蛇人所为 雷不韦 惊奇之余又问他 大哥 那你 你和韦国的国军 究竟有什么仇欺啊 洒蛇人就说 一言难尽 说给你听都没用了 正如公子刚才所说 在下亦非占奸取考无德无义之人 那 我有一件宝物 可能对你做生意 是终生受益无穷的 那你听着 在齐国的西北国 也在雍入 我家就在那里 涌入后面 有一座子园 当然了 这座子园 现在已经丹皮破败了 紫园里面 也是一座开叉的紫树 在这座紫树的下面 就埋着那一件宝物 你把他挖出来 我送给你了 说完之后 洒蛇人拱手抱拳 向吕不韦告辞 吕不韦真是有点依依不舍 连眼泪都流出来 这么说 大哥 你这么一走 不知道什么时候 再有机会见面 洒蛇人 也有点伤感 这么说 吕不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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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海为家 漂泊江湖 何日再得相会 那就要看我们两个人的缘分了 吕不韦 是将这位洒蛇人送到客棧的门外 直到他仓良的身影 染没在行人之中 才回头进屋 吕不韦真是有点后悔 如果他不追问洒蛇人的身世姓名 洒蛇人就不会这么唐突 说出放蛇咬死公子路千那件事了 大概这位红面汉子 说了出来之后 也有点后悔 派恩怡就会被人追杀 于是就行色匆匆地走了 吕不韦这个时候 身上带着一把金 又有了一次成功的做生意的经验 正所谓红心勃勃 他心想 还有一天 我要将生意做到来寒丹城 回到家之后 吕不韦就溃声溃色地 向自己的父母讲了一片 蔡北湖地的冒险生涯 听到两个老人家 真是心惊欲跳 听完之后 他们就用陌生的目光打亮着眼前这位 面堂变得粗糙 胡桑已经成了阵容的年轻人 两路心想 难道这个就是他们文质彬彬 上茂堂堂的仔 这个就是他们舍生亡死 力显狐地的独生仔 真是不可思议 两个老人家 用慈爱的目光上下打亮着呂不韦 在内心就引以为荣地说 真是我们的仔 真是我们的仔 不过有些遗憾的就是 他们没有机会见到 各个帮了自己的仔的好心人 耍蛇人 但是耍蛇人贵赠的宝物 究竟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巨大的原念刺激 令到呂不韦带着几个人千里不涉 来到了齐国的雍邑 到达了之后 他们觉得这里是一块神秘之地 自身在废弃了的子园 呂不韦并没有立刻去找 那棵开叉的子树挖泥尋堡 而是让自己的目光 在被战火洗劫之后的残魂断壁 轮殉起伏的雅力堆上面流连忘返 呂不韦看到 这里在战乱之前 应该是一个相当富庶 而且很有身份的人家 在眼前这片废墟之上 有几只斑駁的雀鳥 看到呂不韦来了 就吱吱喳喳地唱了几声 然后就飞走了 呂不韦望着越飞越远的雀鳥心想 这座庭院的主人 可不可以像这几只雀鳥 那样安然无恙 另外找那个地方作为妻身之所呢 究竟呂不韦在这个子园上 找不找到灑蛇人送给他的宝物呢 究竟灑蛇人口中的宝物是什么来呢 各位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拜拜